快樂 獅子 Sev 做的現場就是帥哥 美女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播放 以來就有一個很好看的 週日偶像劇 叫天國的嫁衣 我們來看他精采的片段 聽一支心耶 他應該可以為我的租戀加分 金髮木洋女 告訴你 也不叫陳海諾 你沒叫做男朋友對不對 有事沒叫問男朋友啊 可是我也沒有絕望 他把你當對象 爆發戶 看清楚一點 我不是計程車 沒同行限制爆發戶 不要以為有錢就是萬人的 這是榮州所有權鬧度數的部分 包括這間房子 都屬於我當事人 陸子號先生所有 什麼陸子號 陸混蛋 混蛋 小愛琪 跟女孩子比起來 真的是很不一樣 我要為這隻手 找個適合的戒指了 專業隨時都可以買啊 小木馬是世界上唯一僅有的 可是呢 如果買不到小木馬 你會不會接受我戒指 陸子號先生 請你把陶家座還給我 好 又是一代年輕一代的演員 出現了 我們先歡迎女主角 王熙明小姐 sake of my head 是一位 你怎麼會接受你 就像不一樣的演員 在煎紋有的It's role 走開 哈囉 小彥姊 張ری哥 大家好 其實今天我們 來 林文綺 爺嫣 哈囉 小彥姊好 張米哥好 好 好 KiKi 我這邊差點要跟你穿一樣這樣 對 很有默契 妳們三個是怎麼 妳跟她是拍 因為拍戲 對 戲間少年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一起拍戲嘛 所以有時候會聊 然後她媽媽就是常常都會帶她拍戲 然後也一起照顧我 那第二題呢 我跟欣琳是我們那時候 唱手牽手的時候認識的 對 因為我們剛好拍 手牽手 我的朋友 就手牽手那次 對 因為我們位子剛好拍很近 對 然後之前是因為我們常常 就是唱校園碰到 然後都會聊天這樣 然後真正 真正開始流電話 開始聯絡就是手牽手 所以互相流電話 對 妍妍跟她是演這個西街少年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西街少年 我跟你真的是俏俏碰上的尤雅瑜 不過如果她要氣 應該先吸她自己 如果我不躲她的話 我就不會跟你碰上嗎 好胖喔 你說是不是 我跟尤雅瑜真的不可能的小荔枝 她是一隻蠻牛 她只會喜歡你這個傻女生 如果你想讓我好過 你就說她喜歡你喜歡誰都不會喜歡我 你說 小荔枝 我連妒忌連生氣的資格都沒有 她喜歡我 她怎麼能喜歡我 我們兩個能怎樣 我們兩個不能在一起 是我不好 我應該了解妳的 莉莉姐姐 嗯 對不起 我們是好姐妹嗎 謝謝 姐姐 我不想說 也許我們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我覺得妳那個樣子 胖胖蠻可愛的 真的嗎 對人人脸很可愛 謝謝 你們覺得呢 立文仁妳 立文仁說 立文仁覺得可愛嗎 我覺得都很可愛 哎呀好會說 這個有外來的人 不敢得罪人 我覺得那個時候可愛 我也覺得 妳也覺得是不是 我剛進來的時候覺得其實好像是演員 然後可是因為我不認識她 不認得 可是就覺得又長得好像不小 妳瘦了幾公斤 我那個時候到現在我瘦了8公斤 哇 對 怎麼瘦的 大家都要問怎麼瘦的 怎麼瘦很重要是有瘦臉氣瘦的 瘦臉氣 對 就是那個時候啊 那個我媽媽她就是看不下去大家都說 啊 演員這麼胖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就她有做美容的朋友 然後呢 就說日本有出瘦臉氣 然後他們就跋山涉水去日本買瘦臉氣給我 但是呢 就有一位很瘦的小姐呀 就說她也要那個瘦臉 就不知道是誰 妳也要瘦臉 那妳 那妳把妳的嘴放在哪裡 我請問妳 幫我問妳的話 日本有沒有瘦頭的 這個丁文綺還有西琳 在 在很 也不算很早以前啊 就是他們剛剛出來的時候都會上過一些節目 我跟妳講啊 其實今天我們播這個 就是說 什麼 我以為 打屁股 被打屁股 球打屁股 球打屁股 妳們上的是什麼節目啊 而且我被那個球打屁股啊 回家真的一塊瘦臉耶 對呀 肉多一點就不會 欸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畫面還在 啊 妳對不起妳 但是我就請妳愛的 妳知道當王興霖看到我小時候的好彩頭舞蹈比賽會有什麼反應啊 對呀 對呀 對呀